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周深2020年可谓是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结束了与前公司的合作 并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就在工作室成立后的仅仅几天 周深就举办了一场可谓是神级的线上演唱会晚安 明天见 这是一场周深的感恩与总结的演唱会 是他对粉丝和各个甲方的感谢和回馈 也是对自己出道以来的总结 让人感动的是 这是一场完全免费的演唱会 这也是对其刚刚成立的工作室的一场考验 因为无论是演唱曲目和周深的要求 还是场地、舞美、孵化、灯光、音响、摄像、特效等要求 或者和赞助方、音乐平台等 都需要团队去沟通、协调、统筹 从古风陈情令的荒城度 如一转的梅香如故 以天屠龙记的此生为你 绣春刀儿的浓情淡如你 影的影 道流行不说话 大鱼 古董局中局的随风 水行物语的水行物语 处不可及的处不可及 再到至于裸小黑战绩的不再流浪 幕后玩家的无关 昨日清空的来不及勇敢 冰糖顿雪梨的雪花落下 再加上那些耳熟能详的动漫游戏主题曲 广告歌 19分钟一气呵成的40首歌曲串烧 更是史无前例 管影之间累积而成的画面 串成那曼妙的音符 那是歌迷们最为美好的回忆 也是周深坎坷不易的音乐道路 录的镜头真的有光明吗 岂是道直到望到远处那抹焰火 直破苍穹 这那不正是周深的音乐心路吗 大串烧一首也是唯一一首英文歌曲 避难所结尾 周深坐在床上搂住身边 穿着应援服的小熊 慢慢升到半空中 身后一轮满月 多么美好 多么幸福 与周深而言 唱歌就是他的避难所 而与粉丝而言 他唱的歌就是避难所 在他的歌声中 你能穿梭宇宙 沐浴神圣的光 你能慰藉心灵 尽一身心 更能洗涤灵魂 真诚爱这个世界 周深是一个纯粹的歌手 这种纯粹很大程度 源于他的单一且单纯的目的 只想站在舞台上唱歌 从某种程度来讲 小编不算是生命 因为只是单纯的听他唱的歌 看他的舞台和综艺 但我愿永远听到他的歌声 经常看到他的综艺 如此而已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